從一開始帶著十萬塊人民幣過去 到去年的營業是接近六千五百萬的人民幣 但是這個還不是我們的終極的目標 她是李夢玲老師的丈夫林士玄 更是擦亮紫陽珠心算招牌的推手 現在他們要持續挺進海外 立志在全世界設立兩千個校區 聽到這你可能會懷疑 珠心算對孩子來說真有這麼重要嗎 現在大家手機用的多了 有計算機的 有電腦了 為什麼還要學珠心算 他們只是很片面認為珠心算只有一個計算功能 其實是錯誤的 它其實是培養孩子正確的人格特質 不管是在就學或者是到了職場上 他的態度決定一切 那在珠心算的學習過程 可以養成孩子這個很好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希望的孩子是每一個孩子有能力 然後有好的態度 並不是希望孩子透過珠心算 他變得算得很快 然後可以去拿獎 這個不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為愛創立快樂的學習 我們的愛是什麼 我們的愛是把每一個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來教 希望讓更多千千萬萬的孩子寶貝們 讓更多的人可以薰陶中華傳統文化 珠心算是個1800年老祖宗的智慧 在大陸經營五年 他們的用心被看見了 現在大陸很多家長要讓孩子學珠心算 都認紫陽這品牌 但比起大陸的學習風氣 台灣的珠心算似乎越來越落寞 其實我們台灣的珠心算是很專業 但是我們台灣現在應該是比較可惜的是 少子化的問題比較嚴重 大陸剛好就是相反過來 他們老師的專業度其實沒有我們好 就珠心算這個科目來講 古教業在大陸現在自己騙了南海 只要願意我們在這邊把老師培養好 不管是上海 廣州 南京 只要有我們紫陽所在的地方 這些孩子都可以透過這一個 去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工作機會 除了要讓紫陽插旗全世界 優良教師的培育也一直是夫妻倆努力目標 不只要讓珠心算揚名國際 也要讓這份對孩子的愛持續傳承下去 只要未來我所到之處 我就是我能夠藉由珠心算 能夠幫助到每一個孩子 他們可以藉由珠心算 可以在舞台上 可以展現那個自信的笑容 然後接受別人給予肯定的掌聲 這是我一直的期望 所以我實在想 我覺得任何只要孩子的地方 都是我可以上課的地方